有人问 在演员这条道路上 你还能走多远 有人问 一个17岁才开始滑雪的名投师 凭什么去冲击冬奥会 有人问 已经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下一步还能去哪里 演戏其实就是经历各种可能你在生活中经历不到的故事 是真的会带给你很多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自己对这个事还是挺热爱的 一直能做到现在我觉得很幸福 最开始的时候我在酒店还是一个实习的面包师 从一二年的时候接触到滑雪 才长到了我人生的意义 做自己喜欢的事 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这比什么都重要 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 当时就有一个信念 为什么外国人能做到的 我们做不到呢 如果你真的热爱 再多的困难和艰写 都无法阻止你的前行 其实比起赢了哪些奖 更在意的就是拼搏的过程 从开始你有小的目标 你可以从雪袋上滑下来 到从挑战上能做动作 到参加比赛 一直将自己的梦想坚持下去 这才是我最大的成就 所有的人都认为 我登上世界七大桌最高峰 和徒步南极点北极点 是我登山最大的成就 其实有坚强的意志力 去突破身体的极限 这也是一种成就 去生活中去吸取更多的养分 下一次工作之前呢 还是做好一个巅峰的状态 去面对它 我觉得是有很大几率 可以超越以前的自己 虽然这一次我没能获取到 冬奥会的参赛责责 但是我为我的理想 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所以就没有遗憾 我会做好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准备 更从容地接战下一个挑战 我现在拥有很多的这个登山经验 希望能传给年轻的登山运动员 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也会像每次登山前一样 做好冲突的准备 然后向着这个目标 勇敢出发 全景投入 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每往前一步 就离梦想更近一步 勇敢去攀登 去迎接更大的挑战 我的天空 由我超越